一个法官拿着锤子表情扭曲 瑞士街头夸张模样的看板 要吸引路人踊跃投票 由瑞士极右派民族主义的 瑞士人民党发起了一项公投 针对瑞士国内法是否应优于 对外签署的国际条约进行表决 而之所以会有这次行动 是因为2014年公投通过限制移民入境 照道理瑞士实施直接民主 公投过关之后要在三年内立法 但却因为瑞士与欧盟签署了 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导致公投无效 于是反移民的政党再接再厉 但这次公投非同小可 不少人相当忧心 若是公投通过 目前瑞士大约有5000项国际条约 恐怕都需要重新检视 对人权议题与金融 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这场公投不仅冲击瑞士的政治与经济 对外关系也将蒙上一层阴影 大约新闻女方编译